23岁的阳光女孩只因染了粉色头发 就被大规模键盘侠造黄瑶 更是攻击她和爷爷是老少恋 女孩因忍受不了网络暴力 选择了自我结束生命 可直到她离世后 依然有人在骂她 曾在多个平台言语攻击她的王某 在接受采访时却说 女孩的死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使她自身心理脆弱 内心不够强大 承受立场 她叫郑灵华 2023年1月23日 她选择自我结束生命 离开了这个世界 年仅23岁 当时 郑灵华即将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 也为想拍一张与众不同的毕业照 郑灵华染了粉发 也正是这一头粉发 在短短几个月内 她从一个闪闪发光积极面对人生的学生 变成觉得自己只能告别这个世界的过程 郑灵华在学期间 供获得大小几十个奖项证书 音乐系的老师说 他们任教的20年来 从没有一个学生能拿到这么多的奖 他们都认为 郑灵华是他们教过最优秀的一个学生 不出意外的话 多年以后 郑灵华肯定是师范大学走出去的民事 正是因为出色的表现 郑灵华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免试录取资格 2022年7月13日 当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她专门拍了视频 记录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所以我现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医院把她给我爷爷 我希望她能够亲手拆开这一封录取通知书 在去医院的路上 郑灵华讲述了爷爷在她心里的特殊位置 郑灵华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 她一直都是跟着爷爷生活 学音乐一直都是爷爷在支持她 所以当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郑灵华便迫不及待地赶去医院 想让住院的爷爷亲手拆开录取通知书 郑灵华将她和爷爷的合影分享在社交平台上 这本是美好的瞬间 却引来了意料之外的灾难 多个营销号盗用了郑灵华和爷爷的合照 包装成卖专生本课程的广告 许多陌生人开始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她的粉色头发 还有人把这张合影说是老少恋 只是因为染了一个粉色的头发 郑灵华被攻击是做特殊职业的女生 甚至造她和爷爷的黄谣 只是因为染了一个粉红色的头发 就会说你是比如说做特殊职业的女生 甚至造谣她跟爷爷的这种黄谣 我觉得超出了我的想象 就是想染什么样的颜色的头发 是我们的自由 这不应该是一个遭受网报的一个理由 在遭遇网报几天后 郑灵华把头发染回黑色 她希望染回深色后 那些恶意的言语能够停止掉 然而网报并没有因为郑灵华染回黑色而停止 郑灵华决定走法律途径 她逐一给攻击她的人流言提谣 表示如果对方道歉 她就不再追究 但有些人并不理会 反而变本加厉 郑灵华的一位朋友说 郑灵华想要的只是一个道歉 但还有很多人一直辱骂她和造谣 为了不让周围的人担心 郑灵华很少说自己的心理问题 她总说一些好的 让亲朋好友觉得她有能量 扛得住压力 那段时间 郑灵华一边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维权日记 表示不会向网报服输 同时她也坦诚自己在遭遇网报后 被检查出抑郁症 为了维权 郑灵华只能反复去搜集那些带有负面攻击性评论 在郑灵华的代理律师金小航看来 维权的艰难对郑灵华的情绪产生不利影响 郑灵华承受的伤害 来自众多键盘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合力 但如果要追责 点击数达到5000次以上 或者转发数达到500次以上 才能构成侮辱诽谤罪 当个言论很难符合刑罚的构罪标准 金小航亲眼见证郑灵华从一个积极乐观的女孩 渐渐变得沉默寡言 2022年11月底 郑灵华的维权日记变成了积极抗议日记 她说自己已经入院接受抗议语治疗 刚住院时郑灵华每天更新 然而日记停在了第九天 最后一则日记里 她说努力想要活下去 但她的努力最终失败 2023年1月 郑灵华在写下一封遗书后 选择自我结束生命 在遗书中 她罗列了内心创伤的原因 其中第一条就是网报 遗书里还有一幅画 看上去像是一个孤单的孩子被困在牢笼中 郑灵华从毕业照里的笑容灿烂地画这幅画 从被诽谤造谣道德抑郁症主演 到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仅仅六个多月的时间 郑灵华离世之后 曾在多个平台言语攻击过她的王某 在接受采访时却说 自己有些言论确实不妥 但她认为是郑灵华自身心理脆弱 内心不够强大 承受立场 郑灵华的离世和她无关 对于王某的逻辑 多数人表示无法认同 如果网报发生后 反而指责是受害者自身原因 其实是对受害者的又一次伤害 2023年2月22日 在得知郑灵华阴染粉色头发 被网报致死的消息 张静出十分震惊 当天作为公众人物的张静出 戴上粉色发套 录制了一段视频 并上传到社交平台 有心理专家曾提醒 网报受害者产生自我责备 自我怀疑 甚至会走向自我厌弃 自我封闭 是典型的一种心理反应 多起网报导致的悲剧 唤起全社会对网报治理 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2023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公安部发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这部法律文件 针对过往维权中的 多个难点争议点 指定了明确规则 例如将编造涉性话题 侵害他人人格尊严 列入从众处罚的 五种情形之一 废止了过去 以具体传播数量为例案 够最标准的规定 象征灵华案造成被害人 或者近亲属 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 社会影响恶劣的 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份法律文件 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在悲剧发生之前 发挥法律的规制和引导作用 尽可能防范于未然